好了 那各位们我们开始上课了 如果说呀 把中国的文学啊 把中国的文学样式比作一个大花园的话 在这个花园中啊 那肯定盛开着一朵 娇艳的芳香的啊 这样的一朵花 那就是我们在唐代学到的 唐诗 对吧 诗歌啊 诗歌呀 像娇艳的玫瑰花一样 散发着芳香 对吧 那么到了宋代呢 可能又有一种啊 这个花 虽然所处的环境很恶劣 这个国家很齐地 但是呢 它呢 却能够临寒绽放 我觉得它像梅花一样啊 梅花一样 而到了元代呢 这个它这时期的代表性的文学样式 又更有特点 这个作品呢 更加的和我们的生活相亲近 可能是你在生活中就能够看到的啊 谁说就能看到的啊 可能像现在的桃花一样 对吧 那么这个文学样式被我们称作元曲 啊 元曲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从四五代过渡到元朝啊 一起啊 来到一个蒙古人统治的天下 去看看那个时代文学是什么样子 古元曲王师傅与白古 我们这节课要讲两个人物啊 但比较详细的来说王师傅 那由于这是我们第一节课来学习元代的啊 这个文学样式 所以我们简单的啊 先来说一说元代的背景 在中国的西北啊 这个蒙古草原上生活着一群骁勇善战的人啊 蒙古人 蒙古人啊 他们呢 特别擅长啊 这个骑射 不但能够啊 快速的在马上奔驰 骑马奔驰 而且呢 还能够在马上射箭啊 这是一项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时代啊 12世纪13世纪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们打仗啊 都是步兵啊 很少有骑兵 对吧 而他们呢 属于是骑兵 骑兵的速度很快 和步兵一起来 人两条腿跑 你怎么跑得过马四条腿 对吧 所以骑兵的速度很快 而且呢 这个蒙古人呢 不但啊 这个骑马啊 很速 很快速的向你冲来 而且呢 他在马上能够大功射箭 而且射箭还是比较准啊 百发百中 很准 这件事情 让当时一般的敌人很头痛 为什么呀 你想啊 如果大家都是啊 那个时候的步兵 对吧 我们手拿 长矛啊 手持刀 严正以待 对不对 你必须要等到敌人近身了 你才能跟他格斗 可能离你有一个长矛 这么远的时候 你才能刺他 对吧 他很远的时候 你根本够不着他 他说 老师 我拿长矛扔啊 对吧 你扔了他以后 他进了 你怎么办 所以啊 这个步兵的攻战 这个攻打范围 攻击范围很有限 对吗 所以啊 在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 蒙古人 骑射啊 经常去百战百胜 攻击不克的 而且呢 你想啊 这个 在马上 骑射啊 让敌人觉得 头疼的是什么呢 即便啊 他离我很远啊 这个可能啊 我可能他射箭 没有射中我 我跟他牺牲格斗 他现在也打不够我啊 他逃惯 对吧 他跑 跑的时候啊 他一边架着马逃跑 一边那边转身啊 大股射箭 再说你一件 对吧 所以这件事情啊 很烦的啊 很烦的 所以啊 这个蒙古人骑射呢 可以说啊 这个 在当时啊 在当时成为了 攻语不克的 这样的一支军队啊 这样一支军队 那后来呢 元朝啊 这个元朝蒙古人呢 后来呢 还将火器啊 这个使用到了战争中去 而那个时候 欧洲啊 士兵们 那就是贵族啊 这个开始用啊 都是什么呢 这个骑士 对吧 骑士 那么身穿 身着重重的铠甲啊 他们在 见啊 见识了火器以后啊 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对吧 所以啊 这个蒙古族啊 特别的骁勇善战 那蒙古族 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他们最早呀 生活在这个西北嘛 是受到金人的统治的 金人呢 在统治的时候呢 蒙古人生活是很悲惨的啊 这个生命啊 财产呢 等等 都得不到保障 但是后来呢 这个蒙古啊 这个蒙古族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啊 就是铁木真啊 铁木真呢 他后来将蒙古的各个部落啊 统一了起来 并且带领着这个部落啊 他们部族的人呢 这个建立了蒙古国 建立了蒙古国以后呢 这个蒙古国就开始凭借着自己强大的这种军事实力 四处的征战 我们来看一看啊 他们的这个征战的丰功伟绩 从1218年开始啊 他们灭掉了西辽啊 这个中国境内的啊 一个这个政权 之后呢 在1219年 他们甚至攻到了东欧的福尔加河流域去 福尔加河在哪 在今天的俄罗斯呢 在今天俄罗斯 所以北边啊 这个当时这个外蒙古啊 等等啊 大片的领地啊 都成为他们的啊 这个领土板块中 那么1217年啊 中国的这个西夏 他把西夏灭了 那在这个时候 承吉思汗在远征中啊 死了 那承吉思汗说的就是铁木真啊 铁木真呢 被当时蒙古人尊称为承吉思汗 这个字念汗二生 什么叫承吉思汗呢 承吉思汗 汗是首领的意思啊 那承吉思汗说的就是 拥有大片领地的首领 就是这个意思啊 拥有大片领地的首领 那么1234年的时候呢 灭了金啊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啊 曾经统治他的 并且啊 吐波啊 在今天的这个西南 然后呢 大理 以及1279年 中国的南宋 也是被他灭掉的啊 就是你知道的 有星期几呀 李星照呀 后来生活的那个时候 那么1272年呢 他定都在燕京 把当时的城市呢 改名叫大都 所以呢 那个城市也叫做原大都 那原大都在哪呢 哎 我们说哎 老师燕京怎么这么熟啊 对了 因为我们今天在燕京洗酒 所以今天的这个北京呢 曾经啊 就是原大都 北京今天的这个城市的建设的样子呢 就是在原大都的基础上建设的啊 建设的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啊 元朝 那么元朝啊 建立了这个蒙古帝国 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面积 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啊 有一说呢 说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达到了2200万平方公里 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只有960万 而他那个时候2200万 比今天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里 还要大 相当于大概要1.5倍 1.5倍这样啊 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啊 是国土面积极大的 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找了一个视频呢 是关于中国的国土啊 演变的 给下场 下 然后是西州 对吧 州 西州 然后是东州 东州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 后来被秦 一统秦 秦朝统一了 秦朝 秦 汉 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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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东汉 然后是三国 三分 魏 辅 辅 对了 西晋 东晋 东晋 东晋很小啊 然后是南北朝 南北朝 宋 西梁 南北朝 然后是隋 隋朝已经比较大了是不是 啊 是唐朝 然后唐之后应该是五代 啊 五代 五代十国啊 你说这个混乱的时期 然后是北宋 南宋小啊 半壁江山 然后我们看 这个就是圆啊 你看国土面积非常大啊 唐当然大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啊 这个蒙古帝国 他当时呢分为了四个啊 这个领地被分为了四块啊 就是在忽必烈史了以后呢 将这个国土啊 分为了四部分 分别给了他四个儿子统治 那么在中国的这个呢 就叫做圆啊 你看这块的 这块的都是啊 这都是其中的一个韩国 一个韩国啊 因为这个啊 把这个国土啊 这个分为大概分为四个部分 那么在中国的这个就是圆 你看啊 这个现在的外蒙古啊 现在的朝鲜北部 现在的什么缅甸呀 越南呀 老挝呀等等 都属于啊 的一个国家啊 都属于中国啊 都属于中国啊 这边啊 这个土拨啊 脊脏等等啊 这都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元朝当时的国土面积 非常大啊 我们来看 首先呢 在蒙古人统治了中国以后啊 蒙古人还在当时的中国和汉人比起来还算是少的啊 少数的 所以呢 他们在统治了汉人以后啊 统治了汉人以后呢 将中国的人呢 民分四等 把百姓分为了四个等级 那么第一等呢 肯定就是啊 自己蒙古人高高在上 蒙古人在下面一等 四个木人 什么叫四个木人呢 啊 色就是颜色 木是什么呀 眼睛 眼睛啊 就说他眼睛啊 有其他颜色 啊 我们有一个歌啊 这个龙的传人说 我们是什么 黄皮肤黑眼睛 黑头发 对吧 啊 我们中国人都是黑黑眼睛的 一些外国人如果你看 啊 有什么蓝的呀 绿的呀 什么中的呀 啊 等等 对吧 嗯 对 综的啊 这样的呢 恐怕啊 就是多少有一些这个 外国人的或少数民族的这种血统 所以这样的一些人呢 被称作色木人啊 那么我们同学 我们班里 有没有人是回族人 哎呀 一个人是回族人啊 好好啊 啊 回族在当时啊 在当时就属于色木人啊 回族人在元朝的时候出现的啊 在当时就属于色木人 他的地位啊 就仅次于蒙古人 地位是比较高的啊 地位是比较高的 那么在色木人下面啊 这个叫做汉人 就是大家啊 今天我们的这些人如果生活在元朝时期 你是比人家回族人啊地位低的啊地位低的 那么最下面的这个呢 叫做男人 男人 男人都是比汉人还低的 是吧啊 这个男人不是说男人女的那个男人啊 说的是南方的汉人 那元朝在入侵中国的时候啊 这个蒙古人在入侵汉族或者中国的时候 他是从北向南 所以最南边那一块呢 当时啊 这个蒙古入侵的时候 遭到了汉人的顽强的抵抗 所以让他们在这个统一中国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头啊 于是呢 蒙古人很生气啊 所以总归起来 就是汉人在当时地位是最低的 蒙古人的地位是最高的 那些其实少数民族啊 都比汉人地位高啊 那么啊 怎么体现呢 比如说如果蒙古人和汉人发生了争执的话啊 蒙古人要是把这个汉人给杀死了 赔两个钱就可以了事儿 如果汉人要是伤害了蒙古人啊 蒙古人的可能性啊 是很大的 所以啊 你就知道 汉人是很被这个歧视的啊 没歧视的 那比如说蒙古人啊 自小 骁勇善战 对吧 啊 你想一想 如果你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骑马射箭 那么你的时间有限 他们的文化水平怎么样和汉人比起来 你觉得 啊 肯定会比汉人差啊 为什么呢 啊 因为据说呀 有的蒙古人 在他们统治了这个中国以后啊 他们要在重要官员上都得放上自己一点 对吧 你当官员 我们都得让蒙古人做官 于是呢 有一些蒙古人做官的时候 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回去 文化成都 他看到这种程度 怎么办呀 他也审批公文什么的 对吧 怎么办呢 自己写同意吧 也找个小戳 对不对 像印章一样 把自己名字刻着 刻着 戳一下 戳一下 就用这种方式做官 所以你就知道 有一些人的文化程度是很低的 那你想一想 当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 他在选官员的标准上 还会沿用唐代 宋代的科举考试这种方式吗 肯定不会啊 一科举考试 汉人全都考上去了 对吧 所以蒙古人 在统治的时候呢 废除了科举考试 达到了好几十年 几十年都没有科举考试 让你汉人没有什么机会来做官 那么在那个时候啊 即便是一个外国人 他可能地位都比中国人高 比如说在元代 有一个很著名的色目人 这个人叫马可波罗 这个人呢 是一个意大利人 欧洲的一个探险家 于是呢 马可波罗当时呢 来到中国 那在元朝 这是个色目人 对吧 这是个色目人 他的地位就比较高 甚至在元朝做了大官 马可波罗后来 写了一个作品 叫马可波罗游记 就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描绘了当时元大都的 这个繁华的举项 描写的中国恨不得 都是经常的出版了机子的 把中国描绘的特别的繁华 特别的美好 所以后来呢 很多欧洲人 第一次知道中国 接触中国 都是从马可波罗游记中 去看到的 所以后来呢 有人说啊 这个在工业革命以后 西欧这个欧洲人呢 建了这个大炮 轮团等等 然后呢 开向中国 对吧 炮轰中国 就是想要在中国这儿呢 掏金子 因为他们以为 中国就像马可波罗写的那样 那么的繁华 那么的这个 这个好啊 那么的好 所以呢 被他给引来的 那一个马可波罗呢 就是色目人 地位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先写一下 一 元代背景 首先第一个 一分四等 蒙古人 色目人 汉人 和男人 南方的汉人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啊 你想一想 这些汉族人呢 可能从小就受到文化教育 文化程度很好 但是呢 国家却将他做官的这条路给堵死了 所以汉人是无法做官的 那他的这些学识会不会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呢 啊 所以呢 他就想说 那呀 我得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啊 来从事一些文学创作 于是呢 这些汉人呢 啊 就开始了 历书啊 著说 对吧 开始写作品 来把自己的文学才华保留下来 那你想一想 如果元代的汉人写的作品中 他的风格大多 是比较欢快明朗的 还是比较悲伤忧郁的 啊 悲伤忧郁的 最元代的文学作品啊 文人啊 大多在作品中清涂了自己啊 这个无法做官啊 这种悲愤之情 而由于他们啊 这个不能做官 就生活在市井啊 和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 目睹了百姓们啊 受到了这种压迫 和他们悲惨的生活 所以啊 也大多同情这些民众的疾苦 泄露被压迫啊 作为一些忧国忧民之叹 所以呢 他们的作品 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统一的基调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 在那个时候 他们的文学样式啊 创作的文学样式 被我们称作圆曲 那什么是圆曲呢 圆曲分两类 一类叫做散曲 首先散曲啊 它其实和你知道的这个奉词 有点想象啊 它呢是 由于当时啊 这个蒙古人四处争战 现在打到了欧洲去 对吧 使得很多外民族的人啊 为了躲避战火 逃到了中国元朝 逃到了中国来 那他们不但带啊 把自己带来 也带来了自己民族的一些音乐和文化 所以他们的一些音乐呢 啊 就唱的一些歌等等 和我们中原的啊 汉人的文化和音乐呢 融合啊 慢慢的形成一种新的乐曲样式 因为乐曲呢 一般都用来唱的 对吧 所以后来呢 人们会为这些新的乐曲 配上一些合适的词来唱 那么这些配词唱的东西啊 就是我们说到的散曲啊 其实就是一种 类似于像诗歌一样的 这个文学样式 和我们说的宿词很像 对吧 也就是配乐来演唱的啊 配乐来演唱的 那么 第一个特点 它是有一定的韵律的啊 因为它配乐来唱 那它的韵律是什么呢 通过它的曲牌名来看 就像词牌名一样 我们看这几个都是曲牌名 天静沙啊 我们可能知道一首这个 原曲啊 散曲叫天静沙 秋思 就曾经听说过吗 哭腾老树婚鸭 笑笑流水人家 这个不是宋词 这个是原曲 这是个散曲啊 那么天静沙 醉花音 山坡洋啊 这都属于曲牌 老师 醉花音 李清照不是写过吗 对吧 那是一个这个词牌啊 但是到了曲牌里呢 也有醉花音啊 也有醉花音 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唱的啊 怎么唱的 那么散曲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 它的每一句话的字数变化啊 会更加的灵活 更大 我们说唐诗每一句字数都是啊 一样的啊 律师都是一样的 到了宋词呢 这个每一句话字数就会有参议了 对吧 所以宋词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什么来着 长短剧 对吧 很好 叫长短剧 那么到了散曲这儿 灵活的啊 这个句是更加灵活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叫山坡洋同观怀骨 刚养号的 山坡洋是什么来着 曲牌鸣啊 这个叫曲牌鸣 宋词叫词牌鸣 他叫曲牌鸣 同观怀骨才是他的名字 来到同观这儿 写的怀骨词啊 我们看啊 他说 风轮如巨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 同观路 望西都一吃出 伤心情悍 心行处 宫雀万间都做了土 之后 他说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他说一句 兴指的是这个朝代兴盛 这个时代兴盛 百姓呀 其实是最受苦的 亡 这个朝代灭亡了 百姓也是最痛苦的 为什么呢 你想 这个朝代兴盛 国家呀 可能呢 这个国库充裕 那国库的钱是哪来的呢 对了 对百姓啊 收大量的这个 客源杂税 对吧 所以百姓是痛苦的 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 而这个朝代亡了 你说一般朝代灭亡 都伴随着战争吧 一有战争了 谁最痛苦 百姓 对吧 降火燃到自己家 流离失所 你要去当兵等等 所以啊 他说 心 百姓苦 王百姓苦 你看在这首 散曲里 一句话中 最少几个字 一个字 心就是一句话了 对不对 最多的呢 这一句 公确万坚都做了土 八个字 对吧 所以啊 你看到一个 短的和长的 差别还挺大的 对吧 这是我们说到的 散曲的第二个特点 散曲的第三个特点 叫做口语化 以俗为美 什么意思啊 你想 那个时候 元代文人 由于不受重视 汉人不受重视 所以他们不能做官 只能生活在百姓周间 那他们写的作品 给谁看呢 给自己 给百姓来看 你想 给你身边的街坊邻居 给这个百姓来看 你要是写的太文兜兜了 阳春白雪 他能读懂吗 读不懂 所以我必须要 以他平时说话的 那个口语来写东西 他才能读得懂 所以 曾经呢 元代文人有一个作家 说呀 我自己是个 意志坚定的人 我自己是个 不屈不挠的人 我自己 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如果呢 他这么表达 这么表达 他应该说什么呢 你要想表达 这样的个性 你要对自己 做一个什么样的描述呢 俗气的 我说俗气的 那我们来看 这个人写了这么一句话 说 我是个 蒸不烂 煮不熟 锤不扁 炒不爆 想当当一粒 同斑豆 你看他这一句说的很形象 很生动 对吧 把自己这种不屈不挠 认你怎么争我 炒我 煮我 对吧 锤我 我都不爆 我都不爆 然后我想当当的 这个同作的斑豆 对吧 所以你看 他的这一句话 特别通俗易懂 对不对 端然以后 你没有不理解的 是不是啊 你先都明白啊 而且能把这个人物的性格 说得特别的鲜明 这人是谁呢 这个人啊 就是我们下一次 在上学圆曲的时候的 那个作家 叫关汉青 童完豆 关汉青就童完豆 对 这一句话 很有特点 而且很粗糊 对吧 你念一遍以后 就能记下来 所以你看 圆曲是吧 还挺好玩的 好啊 接下来我们就说 圆曲中除了三曲 还有另外一个啊 这个杂剧 杂剧有点啊 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京剧一样 是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啊 杂剧呢 它最早建于唐朝和汉代的摆戏 这个词意思差不多 那么就范曲啊 歌舞以外的 就是什么杂技之类的 这样的节目 而这个元代的杂剧呢 就指着在舞台上表演的啊 这个这个演员呢 有说 有唱啊 有武打 甚至还有一些舞蹈啊 这样的一个舞台艺术 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杂剧呢 就是指着它的这个剧本 那么杂剧呢 它的剧本啊 一共大概分为这么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叫冰白 冰白啊 就是台词 演员要说什么啊 这个是冰白 第二部分 唱词 你要唱什么内容 第三部分叫科戒 科戒就是动作 这个武打啊 你还是要有什么样的表情啊 等等 这都属于科 那么接下来说这个杂剧中的人物角色啊 人物角色 首先杂剧中的基本角色 第一个叫做蛋 蛋指的是女性角色啊 女性角色 那么接下来 末指的是男性角色 我们今天说冰剧中的生蛋静默丑 啊 生指的是啊 生指的是男性吧 啊 但是呢 在那个时候啊 杂剧中啊 杂剧中是没有这个的啊 没有生 它就是蛋 然后呢 男性角色叫末 啊 男性角色叫末 再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叫做性啊 啊 性指的是一些性格比较有特点的人物 比如说这个人呢 风趣幽默很滑稽 对吧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很好爽纵横啊 歪呀呀呀啊 这样的可能就是性啊 就是性 那最后一类呢 就叫做杂啊 就类似于什么跑龙套的 对吧啊 这样的啊 打枪头了 这一类的就是杂 它一共呢 分为这么四大类啊 四大类 但每个类中呢 能有更具体的这种细的分 比如说蛋 对吧 带是女性角色 那么被称作正蛋的啊 那就是女一号 女主角的意思啊 接下来 那我们就来说 在圆曲的写作中 圆带有这么四个人 成就最高 被我们合称 圆曲四大家 关于圆曲四大家指的是哪 四大家有两种说法啊 那么圆曲四大家中的前三位 是固定的 指的是 观汉听 白普 马志远 但最后一个棋位呢 有两说 一说 王师傅 一说 是郑光祖 那么 今天呢 我们要说到的 就是圆曲四大家中的两位 一个呢 说王师傅 另外一个人 说白普 好 下课休息十分钟 我们要查一下 没 感谢观看